我 哇 傻鬼啊 辛特拉被毀了 辛特拉壞了 他已經不在了 我該怎麼辦 有新的郵件 等一下 把這個關掉 通知員工 魚果先生最近被任命為辛特拉公司 有一封信在地上 辛特拉公司革命聯盟感謝你的評價 歡迎來到辛特拉公司 獲得一尊物書 齒文檔啊 等什麼 可以爬過去嗎 我覺得我好像有拿到一卷錄影帶對不對 放一下 顯現 謝謝 這個是那時候 辛特拉家族的墳墓 講日文耶 為什麼這就有日文 沒了 傻鬼 喔 獲得了乾麵條 What the fuck 什麼東西啊 欸 這不是我們的上校嗎 向你致敬白蘿蔔 打達蒙特上校 蒙特上校變跟打達合體了 你好 有人告訴我你完成了我給你的任務 在公司幾個地方交了朋友 恩 大概吧 幹得不錯 白蘿蔔 為你感動揪毆 謝謝 但現在必須維護這份友誼 當你的朋友有危機時 幫助他們回應 他們的號召 告訴他們你認識他們 用他們的名字和他們交談 好的 好了你可以走了 我敢保證你會有一大堆事情要幹 又一個錄影帶 哇 哇 蘇打水 沒什麼特別的 幫鈴鐺給他 什麼叫做幫鈴鐺 幫鈴鐺給他 幫鈴鐺 這邊可以爬嗎 這邊也可以爬 這個應該是爬回去吧 這是我第二次回來這個地方誒 不然之前門都鎖起來了 那個教還在 靠北 我可以用刀了 我可以用刀了 不行吧 擋住啦 怕死的復仇 我見過他 誰 那個女巫 很抱歉聽到這個孩子 要來點乳酪嗎 他們總能讓我們打起精神 謝謝 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有點迷茫 為什麼 就好像我已經什麼都做不到了 我以為自己已經走 到達了問題的終點 突然一切都崩潰了 一切都不對勁 如果有什麼東西壞了 有一個幫 有一個非常簡單的解決辦法 你來修復他 有一個地方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如果你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了 那麼你已經解決一半了問題 不是嗎 我想是的 但在哪裡可以解決 等等 資訊技術部 我敢肯定 多西可以修好新的啦 好多巫術紙 這樣我幾張紙啊 我有兩張欸 所以說把他砍了能幹嘛 我是誰 凱特 猜對了是不是 就這樣子喔 好吧 這邊打開了 包這裡 沒什麼特別的 麵包 這是什麼 墨汁 應該是不用存檔吧 兩隻鉛筆 這可以 原來是移動式 自爆兵了 好 那炸在那邊 我要怎麼插他 等他走過來插下去 算了 二樓 這邊都打開了是吧 糖果 糖果 吃吧 這邊是通往 通往這邊的路嘛 他那個封條全部都可以打開 他那個封條全部都可以打開 就是逃生出口 全部都做成一個 連貫性的那個 路了這樣子 然後他整塊把他插死好了 終於 恩 可樂 可樂 恩 恩 恩 我是覺得說等我卡關了之後再給提示吧 對阿不然的話我覺得就失去遊戲的樂趣了 這麼覺得拉 我現在目前是在探索當中喔 我是覺得提不提示不重要阿 就是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在看聊天室 就是7樓 蘇打水 反正有讓我拆嗎 頂樓的那個辦公室現在已經是被雨果給佔領了嗎 對不對 絕對嗎 絕對被雨果佔領了嗎 請介紹自己 上鎖了一個很複雜的裝置 一本小車子 電梯沒反應了 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拿用 感覺並沒有 把鈴鐺掛上去 想太多了 算了我們走 插 今天會結束喔今天會結束阿 又一張屋樹 這邊頂樓的屋頂不給過 那我們也只能去10樓了 雨果一定在裡面 聽到聲音了 3樓多吸 多吸在3樓 還是我們先去3樓看一下 我們剛剛3樓門是沒開對不對 把那個 把那個給修好 這樣有辦法修新特拉嗎 算了他還有個鑰匙嗎 看一下 對啊他還有個鑰匙耶 我們剛剛沒有去3樓 我們剛剛沒有去3樓 小妹妹 小妹妹 我們看見小妹妹了 果然這邊有劇情 他引導我來這個地方 這些我都可以撿了吧 反正老闆不在就給他全部偷光光 就這個啦 水 欸 新特拉 有幾個舊的新特拉公司簡報和小冊子 在這些檔案中新特拉也會出現 歡迎來到新特拉公司 機器人技術將不再是一個夢想 兩個電池 咖啡粉 好存了 難道會有無限新特拉嗎 還是說小女孩已經被改造了 紅色碎片 唉唷拿到錄影袋 封勞計畫 封勞計畫 看一下可以按嗎 看起來像新特拉機器人彈頭不見了 根據我發現的紀錄 1973年新特拉公司重新樹立了公司形象 創造出一個新特拉家族的女兒 極為相似人工智慧系統 新特拉的9個職能模型 負責管理公司 指導新員工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封勞計畫 腰斬 在從各種來源收集資訊之後 可以肯定的是 所有新特拉模型的破壞出 意料導致公司最終關閉的項目 他們開發的人工智慧 也演變為企業內部網的一部分 新特拉互聯網 內聯網 誰毀了所有的模型 為什麼這與新特拉內聯網 衰敗有關聯嗎 最後的碎片 在公司搜尋了多年的人工智慧布建後 我所要做的就是 找到最後一個完整的頭部 這是生命之血 沒有他 我無法使這顆頭 使這顆技術寶石發揮作用 根據這一點 我們要回去把頭接起來是不是 哈哈哈哈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這樣子 阿 阿我們去把頭接一接就好啦 阿我們這樣子沒有撿到頭 阿我們現在還要回去撿喔 阿我們現在還要回去撿喔 你應該要把鈴鐺給剛剛的小女孩 我怎麼給阿 他透明的捏 阿突然消失了 我要怎麼給他阿 他透明的 然後走一走又消失不見了 我要怎麼給他的鈴鐺 我給他的鈴鐺我還要按I 然後再按鈴鐺 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看人家的直播 所以說知道要這麼做 阿 你是不是看人家的直播阿 你願意叫我把鈴鐺塞他的頭裡面 是不是 我送他送他 拿去拿去 我去撿他的頭好了 看可不可以撿 我需要找到一個物理上的頭部才行 什麼叫做物理上的頭部阿 光阿強 切掉 螺絲 螺絲刀可修不好 電池 我已經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用了阿 然後我趕快把這個遊戲破關 然後我就不要玩了 好不好行不行 這樣也可以 嗨你好 你知道星特拉公司今天大秘密了嗎 我知道了 超級青蛙的正式身份 阿就魚果阿 就是我魚果阿 沒有 我想和你談談 當然 你可以告訴我你的想法和建議 CEO隨時都樂意幫助他的工 幫他的員工 那麼 你能從桌子上下來嗎 阿抱歉 他下來他當西遊了 老闆 等一下 你還沒喝醉對吧 你說的話很傷人耶 我沒有 我想知道你為什麼要騷擾我 你總是想辦法來阻止我一次又一次我對你做了什麼 聽著布萊恩 我就對你說實話吧 我知道你是一個獵人 但是這 這卻會危及我的身子 我試著用簡單的方法 我告訴過你不要太認真地對待你的員工 你像其他人一樣到處遊蕩 嗯 但事實證明了 你卻質疑要完成自己的任務 所以我才會想要讓你離開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怕他沒有辦法坐上CEO的位置 我不明白你和女巫有什麼關係 喔 你是私家偵探嗎 放輕鬆一點活氣 沒有女巫我就不可能走這麼遠了 我替他把祭品放到盤子上 也就是說我最需要的 但是他很危險 為什麼沒有殺你呢 你總是得藏一些小把戲 嗯 柯沃爾這個名字你有印象嗎 他把一切都告訴了我 教我怎麼控制女巫 我看到我柯沃爾的屍體飄在那個毒池裡面 你殺了他 喔 就算是他幹的 你沒看到過我那胖胖的屁股嗎 什麼叫胖胖的屁股 我永遠不會殺任何人 布萊恩 是女巫幹的 真的假的啊 別讓我看到這副表情 我已經經營多年了好嗎 所以說女巫是他養的 控制了女巫 想要獲得這家公司的經營權 我只待在這裡一天 而你卻難以想像的這麼多年下來 害過了多少人 你從來都不會為其他人考慮嗎 今天來慶生 今天來慶祝你生日的那些同事們呢 應該都死光了吧 當然你根本不在乎 所以說 那個時候 慶生的 慶生有點就是像類似說 要餵女巫吃飯有沒有 利用慶生這一點 讓女巫大快多餘 把那些人全部吃掉 給我滾出去 你和我一樣自私 一整天下來 我就只看到 你為了自己在做事 不是這樣的 你來這的時候呢 夾著尾巴做人 想讓我替你難過 一個狙擊市民 一條可憐蟲 可是 但是卻直接升到了公司五樓 我屬於下層階級 又不是我的錯 還有這家公司 是利用像我這樣的窮人 把他們當做巫女的 誘惑 我們都一樣 公司裡的每一個人都是幼兒 不只是你 布萊恩 這胖子野心終於成功了 你應該僥幸自己 慶幸自己還有家姓 你知道我叫什麼嗎 你叫死胖子 沒有啦 我一直都以為你叫雨果 雨果只是我的名而已 我壓根就沒有姓 當你出生 在R級市民的家庭中 他們就只會給你分配一個號碼 所以說他比我更低賤就是了 所以說他 反彈性的一個報復 擁有一個性能夠見到雙親 那可是至高無上的特權 你是R級市民 你會關心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會到處宣揚 但是 有一天如果你想和我喝杯咖啡 我會告訴你 我來之前糟糕的生活 就這麼說吧 帕斯森拉克 沒有人能比我更有權利践踏他人 公司裡沒有人比我更配得到這個東西 這個職位 沒有人布萊恩 那麼 還有別的事嗎 沒了 很好 那麼你被開除了 儘管我們有不可 但我還是認同你布萊恩 我被開除了 星特拉科普 不應該胡亂雇用人來對付女巫 我發誓要結束這一切 我能為你做的也就只有給你一個 一封解雇信 然後讓你回家 這不就是你想要的嗎 逃離這場噩夢 當然 拿著吧 你只需要去大廳 然後走出去 就像今天早上你來時一樣 他要我回家耶 魚果是魚果是最終BOSS 我可以從這裡出去嗎 喔這裡是這裡喔 我要去屋頂 讓我出去 欸這樣我可以搭電梯嗎 看一下喔 我該不會要一鐘往下走吧 哇好煩喔 等一下我拿到那個 解約書嗎 他剛剛是給我一本解約書 邀請他 耶 離開公司 是分歧劇情 喔是喔 那我們就離開公司阿 對勒 就離開嘛 反正到時候再讀檔就好啦 你懂我意思嗎 先玩過一個劇情 我們再來去解其他的 那不是很好嗎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離開公司的劇情 終於可以回家了 不要離開 這是個單小鬼 再一次好了 ending 被棄了所有人 頭要找真實事件的頭 頭頭看複聯式嗎 沒有沒看 結果鈴鐺還在我的手上 結束了 我剛剛沒有注意看劇情 結束 按錯了 玩到新遊戲了 怎麼辦 重新開一次 我是沒差阿 你們要說什麼就說阿 我們要怎麼找到新的頭 難道說是剛剛有人說那個小女孩跑出來的那一瞬間 我要趕快給他鈴鐺 真有這回事 那那也太快了吧 我現在好像才發現他們那個 大頭貼的劍鞋好像都不一樣 這個感覺好像是托尼耶 喔原來只要敲對就會這樣子阿 阿所以說我剛 搞錯了 那我是不知道重來阿 可是 呃7.50 呃我們 我們第二個存檔好了好不好 我們就第二個存檔好了 如果我全部選對會怎樣 好你們可以直接講沒關係阿 我只是比較好奇全部選對能幹嘛 還是說你們自己也不知道 好 喔 歐買瓜 阿 在哪裡阿 欸他把他放著 他把他放上去又拿走 我怎麼撿阿 開電視 蓋死的螢幕 喔 他去關我就可以 喔 來把匕首我得藏起來 絕對不能讓 如果翻天我拿走阿 完蛋了我要被抓了 OMG 他眼睛有問題 喔好險喔 欸我居然拿到匕首了耶 一來對付女巫的 其實講實在的 這個 這個部分如果沒有引導的話 真的不知道怎麼過 而且會浪費大量的時間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會很直覺的就是 直接觸發雨果的劇情 然後呢 之後就被革職 然後就離開這裡 剩下的就可能要需要靠觀眾引導 才有辦法解決 或者是自己去查攻略 有了 跑出來了 那把刀你有偷跟沒偷 結局差很多 所以說這把刀 可不可以拿來用在那個阿 把機器人的頭割下來 裝上去 麵包 這一台 先不要用好了 接下來餐廳 有的二樓嘛 二樓我剛剛看網路上攻略 靠北 網路上的攻略說是 可以在裡面找到 唉唷 發亮了 我可以用匕首殺他嗎 我可以用匕首殺他嗎 完全不用拆 直接釘耶 哇賽 這麼好用喔 太神啦 原來這樣子用的阿 根本不需要拆啦 接下來去餐廳一樓 我們去一樓 喔 有人嗎 我們應該可以在這裡找到凱特喔 我猜啦 三小 喔 他會是誰為什麼帶著惡魔面具 他的口袋有一張紙條 變裝許可 換上去 這個是誰阿 我穿著這副德心 我 誰在那裡 瑪比 唉唷 竟然是瑪比 拿了攝影機 你在這裡做什麼 錄製我的芯片子 惡魔先生 我在找其他人 你知道他們在哪裡嗎 索薩跟羅斯托夫 凱特我都沒見到 這得問你了 我又不在那裡 我們被女巫襲擊 然後 一切變得亂七八糟 但是 我在屍體中 找到他們 沒找到他們 他們逃走了 對吧 他把他們吃光了 不過其中一個人活下來 誰 呱呱 呱呱 我不是很明白 但是我會盡力把 索薩他們帶回來的 惡魔先生 如是說到 他在那邊紀錄 紀錄那個 你知道嗎 影片這樣 好一個紀錄啊 這裡 還是我要去鏡子那邊換裝 可以耶 喔 有喔 有了 把 得把自己的衣服和公司包都藏起來 我能進來嗎 在我進去之前 我得把東西都留在這裡 喔 進來了 沒有人啊 欸 這什麼東西 你好 哎呀 接待員都長這樣子 我是來這裡參加服裝派對的 他給我 他給我什麼 這個是惡魔的意思呢 惡魔之血藝術家田中英 你敢直接看這張被詛咒的照片嗎 穿紅衣布的女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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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心 噢看到了 不見 自言自語的人 欸中間那女鬼五件耶 天啊 喔看到頭了 是星特拉 我要怎麼做才能救出你 爹地 我是布萊恩 我必須穿上這件衣服才能混進來 我不知道他怎麼了 也不知道要怎麼才能把布萊恩 打破啊 好不用物品 好吧算了 什麼 右邊的人在撒謊 右邊的人在撒 都一樣 迪斯座 好多 鈴鐺 大郎大郎大郎 唉唷 再噁心一點沒有關係 新的崇拜者 馬上重傷 方式 靠腰走路面超慢的 少了一幅畫 神秘古堡 拿 撥上去 不行 我都忘記我不能要道具欄了 超白癡的 好了 這裡 好跑到這邊來了 好 人到對上面嗎 唉成功了 這外包商來了 太神奇了 斯派德 我每次看到都會擠雞皮疙瘩 欣賞這樣的美 真是罪過 可以開始了 好 我真的很喜歡你上週的表演 你帶了 鉤子和血嗎 什麼東西 很抱歉 我只是來戲弄你的 話說回來 你到底是誰 你 你就是那個剛來的孩子 感覺怎麼樣 喜歡這個斬嗎 大概吧 你最喜歡他的什麼 星特拉 星特拉 你說那機器人嗎 等一下 唉唷 飛過來了 自動飛過來 這可是獨一無二的 不僅僅是因為他是唯一完整 完整的 根據他的序號 他是第一個製造的 作為所有其他模型的樣本 這一台從未向公眾展示過 幾年前他被發現 藏在公司創始人的辦公室裡面 創始人的辦公室 該不會就是那個吧 多西吧 咖哩 爹哩 多麼令人驚訝 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 我感覺他喜歡你做個交易 怎麼樣 如果你回答我一個問題 我就把這機器人送給你 什麼問題 一個有點私人的問題 不過很簡單 好吧 我想知道你為什麼要做這些 是指什麼 請不要以為我是在開玩笑 我只是好奇 看到人們有這樣的決心 隨時準備為實現他們的目標 而做任何事情 我很著迷 所以你的回答呢 你為什麼要做這些 因為我希望事情都回到正軌上 因為我想要幹掉巫女 好吧好吧好吧 我明白了 但是你告訴我的 是你的目的 是你的目的 你想要做的事情 我的目的 而我問的是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這樣的努力 為什麼不願意放棄 也不知道我說的夠不夠清楚 是什麼在激勵你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想要救我的朋友 有情 有情確實是一個十分偉大的動機 在這個時候 我們有時會忘記這個詞 或者把它的內在忘卻了 如果你不想回答我就別回答我 你們兩個已經做了很長時間的朋友了嗎 事實上我們才剛認識幾小時 啊 這或許對你來說更剩一些對吧 就像你自己的感覺那樣 你希望他們成為你的朋友 所以想 所以想方 想方設法 想方設法拯救他們 畢竟如果是你想要的話 那就是自私的動機 喔天啊 不好意思我在這方面挺討人厭的 但我不是想批評你 真的很感謝你帕斯特納克 能跟你交朋友真的很愉快 請把金錢帶走 有了內 如果你在這裡沒有別的事 可以做 請至少讓我帶你出去吧 好帶我出去囉 人真好 所以說我現在可以直接去五樓 哇 你說錄影帶要看一遍喔 有一個錄影帶我在很久以前就沒撿到了耶 那一個在四樓 我現在可以過去嗎 講到這個 WTF 我要被追殺了 什麼聲音 OMG 這誰啊 有一個人 怎麼有一個人 這誰呢 找你 有一個人 錄影帶不重要喔 因為我現在是沒有到四樓過啦 不知道現在四樓會不會怎樣 然後剛剛也說什麼 拿出樹脂 怎麼拿出樹脂我已經對著鏡子了啊 沒用啊 這個我已經做過了 面對鏡子拿出樹脂 完全沒反應啊 還是我要去三樓 我先直接去三樓把頭裝上去好了 我靠我靠我靠 我已經做過了 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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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點危險了這裡 被發現會怎樣 死去嗎 我發現我頭沒有跟來 不會 我的頭勒 哎唷了 也太慢了吧大哥 沒事了 差一點死 哇 快點快點快點 裝上去 有了我們新特拉復活了 記憶體重組 整理資料碎片 危險 為什麼 你躲在哪啊孩子 哎呦 雷伊要蘇醒了 十年 十年養成 終於成功養出了 可受調教的女孩 他居然記得我 布萊恩 損壞資料 快走 哦 哇怎麼了 我不會走的 好了 一個擁抱 閃瞎了我的眼 大成功 放開我 我們又沒再約會或是什麼的 呵呵呵 對對不起 能再看到你真讓我鬆了一口氣 等等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叫帕斯特拉克 我當然知道你是誰笨蛋 還有別再叫我新特拉了 人們叫我爸爸才這麼叫 我叫雷伊 哦好吧 我有點疑惑 我才疑惑呢 看起來是有人拷貝了我的記憶 然後存在了這個機器人裡面 也就是說你現在是照片上的那個小女孩 辛特拉家族的女兒 不僅如此我還可以訪問辛特拉內聯網的紀錄 所以我才能認出你 原來如此 噢 活潑亂跳 夜人出來終好 終於自由了 你臉辣那麼常做什麼 我見到了女巫 她把我的朋友都抓走了 等等 又不是全部 別抱怨了 我們走 走去哪裡 這件事情徹底解決掉 我們要去找多莫里談談 我突然忘記多莫里是誰了 她是誰啊 欸不對 多莫里就是那個妖狐啊 靠妖喔 就是女巫嘛 女巫就是妖狐 妖狐就是多莫里 別再這樣子叫她了 她不是女巫 你們早些時候也不是獵人 但是你知道她在哪裡嗎 當然 她是我的姐妹 一定就跟往常一樣待在房間裡面 準備要去見她了嗎 這個懸佛會怎樣 我可以存檔嗎 可是我只剩一張紙了 這個有沒有分機啊 鈴鐺 鈴鐺用在身上喔 我這邊存個檔好了 給你這個 欸 完全沒有反應 送她鈴鐺她不鳥我 小氣鬼 我拿到了匕首 之前同事與果然拿著 把她給我 給她了 這把匕首十分危險 我不能讓你把她帶到我姐妹身邊 哇把她毀了 哈哈哈哈 你好像還有一個人沒救 沒有沒有沒有 該怎麼講 我現在是 所有人都沒救 目前這狀況是所有人都沒有救 然後我們到時候再來看狀況喔 這個存檔是可以回頭再救人嗎 這是我的家或者是說我曾經的家 這些木板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把她全部拆了 為什麼她只走這裡 要急她們咧 你坐在這裡 大概吧 雖然有一點變化阿 喔這就是我們那個女巫 出了什麼問題嗎 我不知道 布萊恩你再等一下 我想你最好 呃 喔好 發黑的照片 我要衝進去啦 好讓我在這裡等喔 那我在這裡幹嘛 睡覺 怎麼啦 怎麼了 我確定我們是從這裡面進來 欸牆不見了 哈哈哈哈 no 什麼 雷依 What 殘骸 沒反應 牆都燒壞了 居然 這也是個存檔點 得到了一張巫術紙 怕我在重走一次 再存一次吧 好的 跳下去 我有拿到那個契約阿 所以說我應該不會溺死阿 三個電池 這邊可以開燈欸 帥喔 我有契約 不需要 遊戲遊戲 遊戲而已 不用認真 喔 為什麼要來這裡 這是一個 無致敬的迷宮 我敢打賭雷依很肯定 肯定很好 我這是個傻瓜 把自己扔進了水裡 對我來說現在最好的事情就是回頭 Oh my god 頭不能動啦 凱特是你嗎 凱特 這聲音怎麼聽起來不像凱特阿 這聲音怎麼聽起來不像凱特阿 這什麼東西 金蟲 誰家的小孩子 跑到水裡面 知意萬為的亂遊一桶 啊 What the fuck 傻鬼阿 這邊可以存檔嗎 欸我知道這裡是哪裡欸 啊那我不是可以撿最後一捲入影帶了 阿對阿我有紙啦 我剛不是撿到紙了 我需要一張紙才可以發揮作用 阿這裡不能紀錄阿 在這個地方還可以取水水取水 什麼鬼 直接三杯水給你 直接三杯水給你 怎麼還有人在工作 因為他們是工作狂 2 放進公司包裡面 2 拿到了一個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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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蟲 那隻蟲蟲在哪裡咬你 2 2 我為什麼要選這種鬼東西阿 2 觸手大哥 2 從耳朵 哇聽不見任何聲音 這麼屌喔 正選喔不然你會很慘 來不及了 放鬼來電喔 呃這樣我不能說話 呃鼻子好了 欸不行阿會死阿 眼睛阿我就看不到了阿 呃 嘴巴 不能吃任何東西 什麼東西 欸欸 幹 你腦死 不能長時間憋氣阿 恩 惡魔先生 這不是出口 他就在這牆後面 如果我是你 我會趕快離開電梯 別跑了 你不是獵人嗎 快出來 去找那五隻 五怪的白色害蟲 他們是整間公司的寄生蟲 都不能按耶 嘿嘿嘿嘿嘿 欸蟲 抓那五隻寄生蟲 好啦完蛋了 我什麼都不能做啦 快點讓我也看不見吧 你究竟變成什麼了 結束了 WICH SONG 我變成了女巫的孩子了 欸救我阿大哥 布萊恩 欸 布萊恩 有 我親阿 其實號碼只有四個喔 我剛剛只找到三張而已耶 你沒事吧 你離出口這麼近 是要透透氣嗎 我不知道 我被關起來了 很難向你解釋 就像惡夢一樣的犯人 我本來以為 我比任何人都瞭解你 布萊恩 現在你自由了 那個女孩 什麼 什麼意思 啊這這這就是我 原來我不見 我在這裡變成水晶了 我的身體裡 我的身體在那裡做什麼 哪裡鬼 那是你 不可能 紀錄顯示我和父親 葬在墓穴裡 等等那不是真的 什麼 我去過墓地 你的墓穴是空的 四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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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毛阿四個 這不僅僅是你的身體 在這副身體裡面 還有很 還有督墓裡 喔 居然是我們的 女巫大哥 呃 女巫大姐 你這該死的害愁 我知道這一切都是你在背後的倒鬼 人意見你真好 謝謝你布萊恩 沒有你 就沒有這次的重聚 別假猩猩的了 讓多摩尼走 他不屬於你 你這麼說真有意思 他說讓多摩尼走 意思是說 女巫真的立有其人 不是這個妖狐 明明是你們把他當作動物一樣買賣 我提醒你 我和他在一起已經有幾千年了 我才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 但你會成為他的朋友嗎 不 你只是個裝飾品 毫無價值的裝飾品 我是他的姊妹明白嗎 他的姊妹 哈哈他的姊妹真是太天真了 別再多多長長了 告訴我為什麼 如果莫理會在我的身體裡面 都過了這麼久 我不記得了 這裡的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哇 爪 突然想到隻狼裡面那隻白蛇 我知道你一直做得很好 而且看上去日子也過得很滋潤 你玩得開心嗎 讓你周圍的一切變得墮落 絕對體會不到 現在我只有最後一件事情要做 當我把多莫理叫醒的時候 讓我們看看他對這一切的看法 你敢靠近他嗎 不允許 靠起來 喔 要被吃阿 阿 快幫我叫醒他 衝阿 我可以這樣站的不動嗎 那被吃掉了嗎 這個時候一定是用鈴鐺了,對不對 摔小蛤 鈴鈴鈴鈴 鈴鈴鈴鈴鈴鈴鈴 鈴鈴鈴鈴鈴鈴 我要怎麼更靠近,大哥 叫一下 喔,爬上去 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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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 速速還我生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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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成功了 唉唷 有劇情 這就是我小時候 多莫你小時候的樣子 妖狐 我相信這邊的人一定有很多人是妖狐控 絕對吧 妖狐控是你們 然後這是我老爸在旁邊睡覺 那個妹妹 我今天不能陪你一起玩了 我的朋友約我去池塘 別那樣看我好嗎 說真的 整天在家裡玩人偶 有點膩了 而且我也不在乎爸爸會不會生氣 我又不是小孩子 第一次之後小孩子會說自己不是小孩子 呵呵呵呵 喔 所以說因為他這樣子情緒就出了問題 然後有了情緒之後 他們就倒大沒了 蛇蛇跑出來跟你做朋友 孩子 蛤 這就是女巫 看到你哭我的心都碎了 為什麼這樣無辜的人總是要遭受這種事情呢 到頭來結果只剩下我們兩個了 點點點 蛤 那是看管的人 說好的瘋火輪 別這樣 我只是希望能安慰你 如果你這麼想讓那個女孩成為你的朋友 我知道一種方法可以一勞永逸 完了要被利用了 你必須要靠自己的力量 選夜叉 選夜叉 哎呦我們 喔他出現了欸 對不起我的妹妹 我就是個笨蛋 我從來沒想過會傷害到你的感受 而且他都不會講話欸 等等那麼 他們就沒有燒死女巫 而是燒了 你媽雷 雷伊 所以說 雷伊被燒掉 沒有燒了女巫 以及不重要的布萊恩 可是 多莫里的身體 就是雷伊的啊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說燒掉的 啊我懂了 他們靈魂 他們的靈魂被互換了 多莫里就是雷伊 然後雷伊被當成女巫燒掉 然後 雷伊就是多莫里 哈哈哈哈 靈魂靈魂交換 啊之後你就知道了是吧 結束之後去10樓這樣子 我們要揭穿這個死胖子的陰謀 布陣重要 因為還有非常要緊的事情沒有做 你是指什麼 把一切都恢復正常 有了多莫里的幫助 我們或許能夠做到 扭轉局勢 不是 呃噔 什麼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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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你..你在這裡做什麼 我想知道你為什麼一直煞老我 別胡說了 你偷漏我的匕首是不是 承認吧 寶拉王給我快點 如果你想要 就出個假吧 我什麼都給你 我也可以替你升級 你的家庭跟地位 什麼都行 但是你必須把匕首還給我 我對像你所做的事情 一切道歉好嗎 如果你喜歡的話 我也可以給你下櫃 你沒發現我是老闆的嗎 女巫一直盯著我 如果沒有那把匕首 求求你了 布萊恩 不 我不能還給你 因為他已經不在了 但你可以放心 因為我已經完成了我的工作 我和女巫的事情 總算是完成了 什麼 恭喜啦 那麼 我終止你的合約 你將立即得到 兩萬色值分的報酬 等等 首先 我想要你見見一位朋友 登登 surprise 你好余果 我一直想見見你呢 這是 這位是雷伊辛特拉 辛特拉家族的繼承人 點點點 你要被踢下來了 伊公司規定 他有權擔任辛特拉公司的CEO 你們在說啥啊 那是不可能的 你是想要阻止我嗎 布萊恩 那個女孩很多年前就消失了 如果她是真的 應該會老很多 你們要怎麼證明 這一個嗎 坐上去瞬間變老是不是 你給我從那裡下來 我會不會是要輸入密碼啊 看到了嗎 公司認可我 唉唷 都是我的了 青蛙先生 這是無數啊 很抱歉了 魚果 但這一切都是真的 我怎麼覺得雷葉的笑聲有點奇怪 等等等等 我怎麼可以做個 我們可以做個交易 你在說什麼 什麼交易 我們可以 沒有任何交易 沒有 欸等一下有點不對勁欸 欸靠腰 他為什麼變青蛙了 他是女巫 你錯了青蛙先生 我不是女巫 我的姐妹才是 機器人變多魔力 蛤 這都是你的錯布萊恩 魚果 你把一切都搞砸了 一切了一切 我被賞了一巴掌 哈哈哈哈 哇賽 怎麼會這樣子 他們又交換回來了 他們是哪時候交換身體的啊 還是說一直以來 他們只是身分就不一樣 我只是在蒙在鼓裡的一個白癡樣子 終於結束了 我已經收到解固信了 我終於可以離開這家的精神冰原 然後回家了 我父母絕對不會相信 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欸查普曼 請叫我吞你 好的 布萊恩我得向你道歉 我之前對你態度惡劣 今天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受到 作為一個下階級城的感覺 被人們唾棄 被迫做愚蠢的工作 也沒有人擔心你 這讓我開始思考 我想 因為我的地位和家庭 從一開始就比別人高一等 但我逐漸意識到 這必須自己 爭得的東西 還有這都是因為你布萊恩 我 像你這樣的人 從鄉下到頂層 說實話 從來沒有人給過你任何東西 你也從來沒有 失去過那種窮人身上 你特有的 特有的謙虛 在那個要命的聚會上 幫助你的同事 再我一次 靠北這時候突然電話 很會喔 還有來不及看 每個人交談 哪怕是我 你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偉大的人 然後呢 我要先把我的Line關掉 媽的 你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一個 偉大的人 這就是激勵我的原因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托尼 所以說我沒有救到其他人就會變這個樣子喔 等等 你臉上的表情 你不會衝我大喊大叫吧 哈哈哈哈 你是龍了 還是不長耳朵了 我說了 我已經變了 還是說你希望我對你大喊大叫嗎 不不不 沒事的 這個是另外一種結局 我又這樣子離開了公司 Beg home 莫多里是女巫交換靈魂很輕鬆 所以說一整個被陷害耶 又是一個莫名的離開結局 面具因為是放在桌子那才拿得到了 多莫名 最重要的事情 殺掉垃圾魚骨 離開了 這是另外一個成就的結局 這個結局 這個是假結局 被利用了 就是那道光 好 可以把他按掉嗎 什麼 等一下 不要 好 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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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死掉的時候 我在公司的工作已經完成了 我已經找到了殺死他所需要的準備的一切 那是什麼 這是他小時候 這是那個漁果小時候 來喝一杯嘛 要一路上來可是很困難的 但是你就這麼快就要走了 然後呢 點點點 他幹嘛 你答應過我 如果我幫你 你一定會報答我的 別生氣嘛小蝌蚪 不管怎麼 我還是可以幫你的 那麼告訴我你想要什麼 我想要力量 POWER 那是什麼 我想要駕 我想要凌駕於所有人之上 去往最高的地方 我想要能夠在天上飛的力量 哈哈哈飛什麼在說什麼 就像你一樣我想變得和你一樣 你說你可以用你的巫術替我實現任何願望對吧 是的我知道但是 除非你實現自己的諾言不然不許你離開 拿上這個 這是我的魔力斗篷 我把他送給你的 魔力 他能幫你實現你的願望 不過他生效會很慢 要花上幾年的時間 而且你也要努力才行 還有如果你想要飛的話 你必須學會跳 這個就之所以為什麼 他會 變成青蛙的原因嗎 哈哈 這為什麼 他這邊是在補說他為什麼會變成青蛙 想要 擁有力量 他認為 那樣子就是可以得到力量 你就是個騙子和酒鬼 我才不要你的破步 他沒有被騙 他丟地上了 走掉了 餵你快回來 蛤 這幹嘛 他這 他不是說不要破步嗎 然後自己就拿了 然後就 跳樓喔 他自殺了 他 白癡嗎 所以說我現在到底是幾個ending啊 我看一下成就喔 我這邊能救凱特嗎 應該是救不到吧 我們直接進電梯好不好 然後完全不要理他 我們就 喔 有了耶 喔 這就是女巫 可是我殺女巫的 凱特 凱特 我看他這邊寫什麼 選凱特 選對了 布萊恩 我救了 這樣是最快的就是了 怎麼哭啊 我有女朋友啦 喔不是 是布萊恩有女朋友 對不起 我太激動了 是布萊恩有女朋友 I'm sorry 我還是到底認清現實好了 砰 舒服 如果你沒有偷刀的話 魚果會被打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可是這樣子的話 可是這樣子的話我又必須要那個呢 我必須要玩很遠的地方呢 如果刀子在魚果身上 那女巫出現了 魚果會拿刀反抗 然後會被揍 這樣子嗎 欸你好凱特 第一天上班啊 可是嗎 可以這麼說 給你 我聽你做的 唉唷 漂亮喔 我既然在這一天結束了 我們應該可以安靜地喝杯咖啡了 聽說屋頂景色很美 我正打算坐地板火車去鄉下 不知道有沒有時間 你打算離職了嗎 是的 這是解固性 很難解釋 可以說是我不適合這份工作吧 這完全就是個誤會 你要留下來嗎 我知道在這發生的一切聽起來很瘋狂 但我覺得 對我來說 應該是最好的 我今天學到了很多東西 相信明天一切都會變得更容易一些 每過去一天都會變得更好的 我敢肯定這會很困難 但是 我這就是 這就是我們所追求的不是嗎 點點點 妹子結局 五張紙 什麼五張紙 你沒有偷到的話後面就有不一樣的故事喔 真假的啊 那我不是前面那些鋪陳都要再做一遍呢 好煩喔 呵呵呵 好了這時候我可以選擇直接離開或是跟妹子 然後我就跟妹子 好爽喔 妹子ending 交女朋友了 太棒了 看你看 好還怕給他看什麼 正妹 幹正 小媳婦的樣子 老頭玩會不會渴望擁有凱特其實還好我覺得 我還是不懂這結局是什麼意思喔 該怎麼講 該怎麼講 最後還是被利用啊 你不覺得這個遊戲一直被利用來利用去的嗎 基層員工永遠都是被利用啊 你看那個凱特最後當上CEO 結果是女巫 還是被利用啊 是吧 所以到底誰是一開始說魚果是最終boss的 這個劇情又來一遍了 這還蠻好笑的其實 不偷匕首的話是魚果被殺掉 好 好我們等一下看一下這邊會有什麼不太一樣的發展喔 這邊好像目前都一樣 但是他很危險為什麼沒有殺你呢 這邊講過啦 以藏的小把戲 為什麼這邊直接跳到這邊來 這次是他直接有坐上去耶 怎麼感覺跟剛剛的結局不太一樣 你殺了他 是女巫幹的 這次是直接小這次這次匕首 匕首在他身上他會直接坐在位置上 如果我們拿走他的匕首 他會直接針對我想要尻我一拳 所以說這個是沿用沒有拿匕首的部分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 然後 那家伙就要來了 雷 這邊都已經看過了 然後我被解雇了 你是一個弱腹魚果 是嗎 那麼你呢 我不是 我承認我害怕一些事情 也有不敢做的事情 但是我不會戴著面具 我信任大家 而他們也會幫我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怎麼說布萊恩 你是想說你擁有友情的力量吧 那你從中得到了什麼 我是世界之王 而你呢 我和女巫的事情算是玩完了 什麼 點點點 恭喜了 那麼我終止你的合約 這邊是一樣的 首先我要讓你見見一位朋友 這邊就開始接 雷伊劇情 你好 你好魚果 我一直想見見你 這位是雷伊 這個 辛特拉的繼承人 根據公司規定 這邊也看過了 反正他說 我要怎麼證明你就是 繼承人 有沒有 然後他坐上去 你給我從哪裡下來 被認可 被認可 這是巫術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的魚果先生拿出了那把匕首 很抱歉魚果 但這一切是真的 等等等等 我們可以做交易 這邊又開始談談論交易了 他是女巫 這邊匕首掏出來了喔 那把匕首居然在你身上 殺 我不是女巫白癡 我的姐妹才是 多莫里才是 最終我們主角依舊還是被擺了一道 好吧終於結束了 我已經收到了解僱信了 我終於可以離開這個精神病院了 這些人都可以說話了 我的眼睛好疼 甚至派對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感到很困惑 我被女巫襲擊 所以我們都死了嗎 我現在是鬼了嗎 不不不沒關係 我想辦法阻止了 女巫的詛咒 真是難以自信啊 帕斯特納克 所以你是最高 最高級別的專業密探嗎 看起來像擁有一個超能力一樣 辦公室的同事 魚果你放心他不會打擾你了 他被揍死了 可是這樣子雷一還是很賤啊 我覺得就木乃伊這個部分呢 只是 讓你結束這張圖 的人全部回來而已 他並不會直接影響到 最後雷一的結果 真的不會影響到 我還有一個人沒有救到 有吧我都有救到吧 那時候選項就已經 全部光了 凱特我也救到了啊 對啊 我剛剛所有選項全部都救到了呢 馬夫人 可是剛剛選項沒有馬夫人啊 剛剛最後一個選項只有凱特 馬夫人 是我剛開始讀檔的時候就已經優先救到了吧 頭髮超高的 對耶 可是為什麼剛剛的選項 啊我知道為什麼了 我們那個獨黨的那個紀錄啊 我好像選錯了是不是 所以說那個那個馬夫人被我殺掉了 他被我殺掉了 我的獨黨是已經殺掉那個 已經殺掉那個人的獨黨 所以說我是直接從 這個老外先救 然後再依序救其他人 你已經救了但選錯了 可是這個只是拿成就而已吧 有辦法打 有辦法破解 女巫的巫術嗎 應該是沒辦法吧 幹我才不要重來勒 玩到啼笑了還重來 你好多細沒事吧 朋友告訴我 你沒有把我的實驗室東西處理掉 我剛路過 他不在那裡了 那個機器人 我安排好了 什麼 他現在人在10樓 然後跑去10樓了 他直接跑去10樓了 他們說是真的嗎 你在劇院上找我 不不不不不 我感覺到你 帕斯特納克 我感覺到你在 撕撕我的皮膚 謝謝你救了我 我可以上去嗎 不再回去 然後這個也講完了 然後最後的結局也是 你要上去跟 你要上去跟我們的凱特 你農我農還是直接離開這樣子 可憐的馬夫人 所以說最後最後的最後 我們還是 沒有辦法破除女巫的詛咒 我這次可以不要去屋頂 play了嗎 我可不可以直接離開啊 我要當壞人 我們要當一個 像風一樣的男人 男人就應該要像風一樣 不受任何人的 任何人的這個 擺動 你知道嗎 我們要無拘無束 奔放自由 自由 聽說有親吻結局 聽說結局有親吻 沒有啊 結局沒有親吻啊 有親吻 出來社會打工沒有令你聳的結局 除非你是 你是壓榨員工的那一個是吧 只是上了一天班就有幾十萬個可以拿 結束了 這個是沒有去找凱特的結局 親的那個地方是我有就 親的那個地方是在哪裡啊 在派對上嗎 我忘記了 反正有親就對了 有那個動畫 那就那一瞬間而已啊 屋頂的動畫剛好已經亂過一次啦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喔 喔 這間浴室的味道聞起來 像是大便一樣不是嗎 我想我知道是什麼引起的 看看這個 跟大便一樣 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不就他嗎 嘿你混蛋 這不是漁國小時候嗎 對對對你 好好洗洗然後 換套衣服吧 臭死了 喔他就無限輪迴回到他原本的狙擊市民被被排擠被歧視 開始收屍 那是 魚果有長這麼英俊嗎 你開玩笑 魚果先生 其實我覺得這段動畫是在影射就是說 會會有這種人 會有這種人 其實也算是大家造成的你知道嗎 就是說 只要是狙擊的市民 都有可能成為魚果的這個後塵 你知道嗎 霧上魚果之路 對阿 對阿之前他也講說魚果也說他那不是他的本名阿 然後他好像也沒有說他本名是誰我忘記了 反正這邊剛剛那個動畫是有解釋說 他是怎麼拿到魚果這個名字 感覺魚果是孤兒 因為他從小就住在公司 或許吧 我要去吃東西 我們明天再看要玩什麼吧 明天再見 拜拜 888888